电视比较美 还是我比较美 是不是很像娱乐这样 你挂了很多钱吗 哪里可以这样问这种敏感的问题 那你可以24小时不说话 不只24小时不说话 我还可以一个礼拜七天 待在家里不说话 我想问问二人物 天姐 早安 好 首先我会给你看一下 这些小朋友的片段 我的名字是陈文鑫 我的名字是林宜昌 我六岁 我五岁 我的名字是伴侣 伴侣 林宜昌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杜德慧 我今年九岁 我热爱唱歌 跳舞和演戏 从七岁开始 我赢了很多哒哒小小的歌唱比赛 大家好 我是黄月凯 我今年九岁 我是很安静的小朋友 而且很乖的 就会做表演 那个课程 大家好 我叫嘉宜 今年我十一岁了 我的喜好是游泳 打雪球以及武术 我的个性是一个爱说话 又活泼开朗的一个人 可是我在别人的面前 总是显得一点点害羞 哈啰 我是陈彤勒 今年八岁 我的兴趣爱好是 我爱讲话 我很激渣的 被老师骂了 我真的很可爱 会讲话一点都不缺场 但是他们都是看YouTube比较多 有看电视的 会认识我吗 我想我控制不了小朋友 小朋友很容易控制我 乖 不要为难阿姨 三 二 一 哈啰 哈啰 张姐 哈啰 哈啰 张姐姐 哈啰 你好 你好 很乖 叫什么名字 人家一辰 你呢 文兴 文兴 你好 嗨 你好 你的名字是什么 童乐 好 你是童乐 那你呢 我叫嘉义 嘉义 你们好 看过我吗 有 我去现场才是看到你 真的吗 你有去吗 你有看我们的现场节目 我看到你在阿姨来煮饭 所以你们有看电视 有看我的节目 电视比较美 还是我比较美 你比较美 比较美 我也是觉得 他们每次不会拍到我很老 我会老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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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喜欢看我的节目吗 喜欢 为什么喜欢 没 因为我很美 因为我很美 而已 Elise很爱唱歌的 对不对 而且很会唱歌 我表演在声声 有吗 有 两次 两次 有去比赛 难怪 跟你演过戏 你跟我演过戏 对 单天使 我知道 小厨师 我还没有拍摄的时候 我一直看你的节目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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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死到 那你喜欢我的节目吗 你觉得我的表现怎么样 好 好 好 也不是说非常好 好 不错 谢谢你的鼓励 你很可爱 你八岁很会讲话 我很喜欢讲话 那你应该当主持人吗 好 很谦虚 你看 这个态度很好 你们是什么关系呢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吗 可是你们好像很熟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你认识他吗 认识 他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伴侣 所以你是几岁呢 五岁 他是六岁 他比你大 姐姐 他是表姐还是堂姐 懂吗 是真的伴侣还是假的伴侣 假的 真的 真的 我知道你是班长 对吗 嗯 班长会难做吗 有一点难 我也是做过班长 小学的时候每一年都是班长 每一年都是全校模范生 但是不容易做 班长 不容易 为什么这么难呢 你觉得 要整班安静 如果你做得不好 可能要被老师骂 但是现在上课不是说 你们要讲话的吗 像我的年代 我上课是不可以讲话的 就是老师问 你才可以问问题 现在是老师讲到一半 你们就可以发问了 不是吗 不会 所以当然会吵 怎么可能不吵呢 如果老师不在 那个同学讲废话 废话 什么是废话 他们讲笑话 就是不认真 上课不认真 对吗 一直开玩笑 你们的华语怎么讲得这么好 我在班上做海洋餐 我也是读高级华文 你们都是读高级华文 你们有东西要问我吗 用你们的高级华文来问我 赚很多钱吗 哪里可以这样问 这种敏感的问题 真的 我够用了 赚了我够用 为什么你要问这样的问题呢 你一定赚很多钱 因为你赚了 《Star Awards 2016-2017》 哪里会不赚很多钱 我也是有很多华语 这样的华语 十大最受欢迎 我就有十个了 然后我一个超红星 然后我还有一个 是最佳女配角 就几个了 十个 十二个了 12个 然后我还有四个还是五个 最佳主持人 所以几个了 十七个 那你可以二十四小时不说话 如果没有言气 可以 我可以的 如果我的老公不在家的话 我是不说话的 不只二十四小时不说话 我还可以一个礼拜七天 待在家里不说话 你会玩乐器吗 我只可以弹那个键盘 和哟歌琳 很厉害 那你呢 我只是可以弹感情 对 很好 玩乐器很好 我是拉尔胡的 因为我中学的时候 我是参加那个华乐团 所以以前刚刚学的时候 妈妈就说好像沙梯这样 因为在家里很吵 然后你刚刚学 你的音音一定不准的吗 这个会断吗 这个 这个是马的尾巴 这个是蛇皮 然后你做这个要杀动物 没有 他们已经死了 可能不可以讲 结果我回答不到你们 这个是马的尾巴 那个马死了 他拿尾巴来做那个弦 你没有听过我的歌吗 那我没有 可是我要听你唱 你要听我唱歌 我也要听你现在唱歌 我是歌手 你们不要考我 我是会唱歌的 想快乐就放松一些 想快乐别 愁眉苦脸 虽若想靠近我一些 我忘记了 你继续唱这首歌 我大概 九十二年你们出生了没有 你们哪一年出生的 二零一一 二零一一 我也是 二零一一 你好 我是一九九二年出唱片的 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 二十八 二十八年了 真的吗 数学很好 二十八年前我出唱片 不像对吗 不像 对 那个时候我才两岁 好 干嘛呢 那你现在几岁 所以你算 那个时候我两岁 现在我几岁 对 对 对 不像吗 好 那我像几岁 干嘛 你笑到这样 是内伤的 我让你数学好 二十八加二不是三十吗 你像三十二 我像三十二 所以你今天看到我 你觉得有什么感觉吗 会一样吗 还是 你会觉得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你听 嘴巴不一样啊 怎样不一样法 很好 颜色 颜色吗 好不好看 会不会太红 可以 是不是很吓人 是不是很像娱乐这样 美还是不美 不美 不美 小问题 大挑战 小问题 大挑战 很可怕 本来是挑战也没有什么样 大挑战 我吓到 大挑战 比一比 谁唱歌唱得比较高音 应该是跟你比吧 那是比我 当然是要跟没有唱歌的人比 我会唱歌 我会唱歌 你会唱歌 不认识我 好 那你要多高音 来 不可以 不可以 好 你赢 你赢 不高 你赢好 好 小问题 你会选择长高十公分 还是选择年轻十岁 你知道吗 我跟你们讲一个秘密 每次人家问我多高 我就跟他们讲我168 为什么你笑 我不想168吗 不想 不想 蛮高的 你看我蛮高的 高吗 可以 多高 你多高 一点点 在你的海子里 你才128而已 对吗 你多少 148 158 你158 一样高吗 我每次跟人家讲我168 其实我158 所以我也是希望可以长高十公分 但是年轻十岁也很担心 也很有诱惑 但是我不要年轻十岁 因为年轻十岁十年前 我没有现在这样聪明 我要长高十公分 对 然后我就可以做模特儿了 好 小问题 请告诉我们一件你做过最丢脸的事 那个是我的 通常我在外面跑步 很多人会跟我打招呼 我就说嗨 宗欣 嗨 然后那天我在马里出去的时候 跑步 我跟我的女朋友一起跑 然后就有两位帅哥就从前面过来 我就想 来了 帅哥来了 然后我就看他们 我说宗欣 你好 我说嗨 你好 我还把声音压低 Good morning 然后就嗨 然后就 这样 我就嗨 Good morning 然后我就跌倒在地上 然后就很丢脸 然后他们就来扶我 然后我就 还不错 还不错 我常常躲倒 然后就继续跑 跑到前面的时候 然后我终于可以停下来 然后我的脚也流血 手也流血 然后那是很丢脸又很疼的一件事情 大挑战 我们可以和你来一场乒乓比赛 你都不会打乒乓 不会 你会打吗 不会 来 那我们来比赛 来 打你先吧 我很怕 我看你打了那个球 太怕 我很紧张 来 竟然敢挑战我 打乒乓 可以吗 所以你们长大要做什么 有没有想过要像我这样做一个艺人 在电视上做节目 我想要做一个艺人 就可以赚很多钱 不一定的 不是每个人都跟我这样的 是一样的 然后我跟你也是 看来我的职业对他们 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这不是火灵力 这是火战 所以我今天最吸引他们的地方 就是我的口红 所以我今天很开心 很开心认识你们 希望十年后你们还记得我 当然记得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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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后会有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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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